早前涉嫌殴打保镖的富商 今天被大批警员押上巴生法庭 预料将面控五项控状 富商今天早上9点身穿蓝色上衣 被大批警员押送巴生法庭 在步入法庭时神情淡定 现年43岁的富商钟紫阳 今天在巴生推示亭面对五项控状 主控官向法庭建议让他以100万令吉保释 但经过律师求刑后 推示批准他以5万令吉保释 同时涉嫌协助富商打人的一名员工朱幸运 则被控两项罪名 他同样不认罪或准以2万令吉保外候审 所有被告同时需要交出护照 和每月到警局报到一次 案件则定6月23日过堂 钟紫阳的双亲与儿子今早也现身法庭 被告以打眼色的方式与儿子互动 尝试安抚看似不安的儿子 儿子则竖起拇指为父亲打气 廖顺喜案件今天在有幸进展 罗佛州总警长阿玉干指出 警方已在本月20日成功向国际刑警组织 申请到红色通缉令 以通缉云尊集团创办人廖顺喜 而廖顺喜的中国籍伴侣纽泽的红色通缉令 则在昨天获得批准 昨天已在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令下被逮捕